游城会先请我们产业署的副署长林俊秀林副署长 来帮我们先做关于电子签章法修法的简报 那等到简报完以后呢 会再请谭部长为我们说几句话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请副署长 部长 次长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那以下代表数学部来进行简报 有关这个电子签章法这次的修正的一些项目 在背景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20年是第一次修改 20年来第一次修改 最主要还是为因应一些数位生活形态的增加 那我想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企业 都推出很多数位的应用服务 而且这些数位应用服务的话 就会增加了对于这个电子签章法 所规范的一些行为的一些需求 那电子签章的好处有三个 第一个是快速 那在快速的部分就主要是 它的签约流程它其实就会更为快速 以前是要签名 现在只要用一些电子签章的一些技术 那当然它在处理硅档跟这个 钓业资料会比较的减少缩短一些时间 那第二个是有关安全的部分 因为电子签章法规范的 是基于这个公开尽要的一些基础的架构 以及这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一些演算法 所以它对于这个文券的传输啊 这个交易的安全都比较能够确保 那第三个也是我们现在 社会比较着重的一些环保的议题 就是减碳 因为它已经无纸化了 所以它会缩短 它会减少很多纸张的浪费 好那它的效益的话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它希望达成这个 智慧政府跟数位转型这些的政策目标 那第二个是它会缩造一个有利于 这个电子签章的一个发展环境 的一个法制的环境 那第三个是它可以促进 电子签章的国际接轨 那修正重点 我们这边罗列了六个 那一一来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是民事这个电子签章 跟数位签章的一些关系 因为过去民众对于签章 就是书面文件跟签章 是要改成电子签章还是有一些余地 但是在其实在各国 他们其实蛮普遍 尤其未来的数位生活和一些增加的话 所以我们参考的国际案例 我们这边就规范了电子文件 跟电子签章 不能因为它是电子化的形式 而否认它的法律效力 这个也可以作为将来司法的参考 那第二个是电子签章 跟数位签章关系的比较明确 简单讲数位签章 就是以前的 如果按对照 就对照于这个我们签章的一些 过去的制度 它就等于是 是这个硬件证明 就是有经过共证过的 那叫数位签章 那电子签章就是你的硬章 那当然这个 所谓的数位签章 所谓要当硬件证明 就是有人认证过 就是由政府合格的凭证单位 去认证给它的一个签章 然后它就会变成数位签章 就是有第三方认证 就会比较有公信力等等 所以它的 下一页 所以它的法律 数位签章的法律的一个效力 就比较强 因为它是有第三方 而且是政府合格的凭证单位 来做签章的 所以它的公信力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只要有数位签章 但我们都推定 是本能亲签 亲自签名 所以它的这个法律的证据力 就会比较强 简单讲 它其实不用什么矩阵 就因为已经第三方认证 所以它的矩阵 它就比较不用矩阵 那电子签章就可能需要更多的矩阵 才能来强调它的这个证据力 好那下一页 那对于相对人同意的要件 因为我们想要兼顾的数位包容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有数位落差 所以我们这边有规定说 你要采取这个电子形式之前 电子形式之前 你要给相对人有反对的机会 而用合理的方式给他有反对的机会 那也告诉相对人说 你们如果没有反对 我们就推定你同意电子的形式 下一页 那减少公告排除电子签章使用 因为过去请政机关 大概用公告就来排除 这个是蛮就是比较 比较随意的排除电子签章网的适用 那这一条我们在新的已经把它删除 政府机关不能用公告就来排除 电子签章网的适用 一定要用法律 但是对于旧的公告 我们给它三年的这个反冲期 三年之后这个就落日了 它将来新的一定要用法律来排除 不过司法的程序 就跟司法院这边有很多的讨论 目前是先不适用 这个因为他们比较特殊性跟复杂一点 所以目前跟司法院讨论的结果 先不适用本法的规定 下一页 其实我们电子签章国际队 这个部长一直很强调 因为希望有国际队 可以发展我们电子签章 相关的解决方案的产业 所以我们这边有稍微调整一下 在安全的条件是要一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它是符合两国的互惠 或者是我们技术对接 都国际的一些技术标准的 一些对接的合作的话 外国的评证机 外国的评证跟本国的评证 就具有一定的效率 那缓制 我们的评证也可以到外国去实施 这个是双向互惠的 我们也正列了这样的一个条件 好 那以上就简单跟大家报告 好 谢谢副署长 那我们现在就请部长来帮我们 那很谢谢俊秀刚才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就举实际的应用的案例 那大家可能知道 现在在网路上面的很多广告平台 好比像说Facebook YouTube上 有时候就会看到某个名人的名字 甚至还有他的照片 然后说就是他推荐什么投资之类之类 请大家加入等等 那像这样子的投资诈骗 其实我们在防诈相关的联防的机制里面 其实我们数位部也就是数产数 其实都已经有主动去扫描 他如果是连到一个一夜市的网站的话 那个网狱如果你有点下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一个165已经把他这个网狱 拦阻掉了的这个讯息 但是呢24小时下架之前 那个名人的那个脸还是在那里 大家滑的时候还是看到那个广告 那所以就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那我们现在呢 数位部呢 现在透过这个电子签章法修法 刚才俊秀有说 我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电子签章 好像电子文件上面盖章 我们还多加一个层级数位签章 就那个盖章等于有一个硬件证明 可以证明说他真的是这一个人盖下来的章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跟 主要的这个网络广告平台 刚提到Facebook YouTube或者是LINE等等 去说这一类的投资广告 未来他不是上架后被检举再下架 而是说他上架前就要求那个上架的那个人 去签这个数位签章 也就是说要为他刊登这个内容负责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是说以前他检举下架之后 他换另外一个账号换另外一个账号 又上架 所以就变成每个24小时下架之后 你隔天又看到差不多的东西 但现在呢因为数位签章 他是关系到这个个人 所以他如果真的签了 发现是这个假冒的 然后把他下架之后 他同一个自然人 他在别的平台所登的这些投资诈骗等等的广告 我们透过我们这个联防的通报系统 就可以一次告诉其他人都要下架 那第二个是说他以后呢 再去刊登这种投资诈骗的广告 他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地去 再变出另外一个自然人的身份来 他不可能再取得一个硬件证明 去说我再做一个数位签章等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有效地 达到联防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我想这部分的工作 我们也很积极地在跟经济部进行讨论 因为在此之前这个广告业 包含实体的跟网络上面的 是经济部所主管嘛 那现在因为我们数产署成立了 所以就是无实体的网络上面 这些纯网络的广告平台的这些广告业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来争取 希望很快能够成为这些的主管机关 那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主管机关 再加上电子签章法 如果修法通过的话 我们就有相当多源头防治 这些应用的方法 那当然在大家的关注之下 我们也看到说 大家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去扫描 电商或像刚刚这些投资诈骗广告 其实我们就是数产署 所负责的所有的这些数位经济相关的产业 甚至包含第三方支付啊 游戏产业啊等等 接下来都会是我们这个联防平台的成员 那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的去主动发现这些状况 然后呢特别是在投资诈骗的这个太阳里面 尽快的去协调 大家都要运用数位签章 然后来进行这个源头的管理 好那我就先补充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如果大家有提问的话 我们再来回答 好谢谢部长 那大家现在可以 我们现在看style上 好像还没有问题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 就到这一节 好好好 那那个开始 问一下部长 因为这个电子签帐的部分 可能跟一般民众会比较有感的部分 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是说如果说生活上 他们可以到夺便利 或者是说节省他们时间 可能在哪一部分 那可能比如说未来 如果说他们去银行的时候 比如说零贵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缩短时间 或说未来他们不一定要到现场 去办一些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贷款或什么的 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谢谢 很棒的问题 对我们刚刚讲的主要是 防诈方面的这个应用嘛 那对于一般人来讲 其实任何需要签名或盖上的这个场合 我们在新的电子相应法通过之后 都是说 他只要相对人这个不反对 就可以去运用我们这个电子签章 电子文件的方法来进行线上签署 那像您刚刚提到的金融方面 不管是个人的这个就是开户 或者是这个贷款等等的应用 或者是法人的应用等等 那我想今晚会在这一方面 今天在院会上面 我们今晚会 黄主委也说 这个电子相应法通过 是让他们的这个法定的效力 变得更强 然后更容易去确认 这个人他数位签章的这个身份 所以我想所有跟金融有关的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有去立陶宛 那立陶宛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在使用这样子的数位签章的技术 那由于我们以前 旧的那个电子相应法 现行的这个 并没有说这个技术对接安全相当 就可以彼此承认 所以说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国外的凭证机构 跟我们这个来申请承认的情况 那因为我们这个新版是说 它只要安全程度是OK的 然后技术直接对接 不一定需要签这个两国之间的合约 我们就还是可以彼此认彼此的签章 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下 好比说我们的一些银行 跟立陶宛那边的企业 来进行这个金融的往来 或者反过来 我们去存取立陶宛的一些Fintech等等 那这些部分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而不是像现在 如果是一定要值本的话 那就要透过像这个FedEx等等 就是把那个值本的文件 从这边寄到那边 那我想不管是探足机 还是需要等待的时间 透过这样子数位签章的方法 都可以大幅的去节省 那不晓得 看军修有没有补充 大概补充一个案例 我补充一个案例 就是台北互邦银行的案例 其实台北互邦银行 它全台135间的这个分盘 它已经完成电子签章的服务的建制 也就是在以往在客户 在零柜办理 申请比如开户 卡片的挂式的补花 基本是要变革 都需要在职本上签名 但它导入这个电子签章以后 现在的客户只要在柜台的电子平板上签名就好了 那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完成申办了 然后它不仅可以节省纸张的使用 而且还缩短这个柜台的 手工整理跟灯打的时间 它这个当然就有助于它作业效能的提升 另外它其实无纸化 可以避免这个实体的文件仓储保管的风险 来增加一些各自的安全等等的 所以它其实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厂商都已经在导入了 那今天其实院会好像我们黄天幕黄主委 也蛮大力支持这样 因为他认为以后的数位金融 应该是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电子签章带来的好处 以上 那这个问题是中央社思云的问题嘛 是说可能分成三个 一个是说我们这个无实体网络广告这个营业项目 会不会需要修法 那以我们所知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行业登记表的修订等等 这个是属于就是在行政上面的公告 那至于说需不需要说再去修法去 好比像说投信投雇法等等 需不需要修法加入数位签章的这个字样 以我们所理解 其实投信投雇法它是一个母法 但它已经授权这个警察机关 有一个警察机关处理 违反证券投资信投机顾问法第70条之一案件 统一财阀基准及实施要点 所以它是在这个要点层次 去把这个24小时啊 或者是姓名的揭露啊 或者是说冒充名人的这个情况 要加速处理啊等等 这些是写在要点层级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内政部警政署 那还有跟金管会尽快来协调 那看是不是就是尽快在要点层级 就把这个准备好 那当然它实际上要生效 需要数位签章给予这个法律的定义 所以还是需要立元三读通过 电子签章法这次的修法 但是我们尽量准备 就是这个修法它一旦三读通过 我们这边不管是技术上面的 还是行政规则要点上面的这个配套 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好 那至于问到说平台是不是有这个技术上面的能力 其实我们举Facebook当例子来讲好了 在政治类的广告 Facebook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KYC的要求 就如果你要在好比这样的选举期间 等一个帮谁主选等等这种 或者是他们叫做犯证之类 包含社会议题的广告 那目前他们就需要你 透过像正反面影本的身份证 或者是其他的证件 来进行这个真实性的这个确认 那当然这个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如果要把这种KYC的做法 变成各种广告 像投资广告什么都要试用的话 那目前从Facebook角度来看 它验证这个文件所需要的成本 包含需要的时间等等 就会越来越高 而且另外数位签章 因为按照新的电子签章法 它已经推定是本人签名 有那样的效力 所以它用技术直接去验证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每一次再去看说 这个身份证正反面影的照片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 它真的是针对这一次来提供来使用吗 还是是说这个人也可以主张说 他的这个正反面影的照片 是之前留给别人的 那个人冒充他之类 那这个在举证的责任上面 就比较麻烦 但是数位签章 因为每一次签到电子文件 都会留那个时候的具体的日期时间等等 那所以就很清楚说 我这次签就是为了登这个广告来使用 所以它在技术上面也好 在法律上也好 都可以节省平台方的成本 所以目前以我们所知 已经有在做这些KYC的这些 数位经济相关的行业 对于能够用一种有自动化 而且又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 然后在法律风险上也比较少 的这样子一种数位签章的方法 都是乐观其成 先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们在事前大概都已经有 跟三个主要的这个网络广告平台 有进行这方面的意见交换 那其实我们在去年 我在这个交通委员会背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讲出这一整套做法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只是要看电子想法 什么时候三读通过 赋予那个数位签章 推定为本人亲切的那个法律效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的法律风险才会下降 所以今天我有去拜会 这个交委会的各个委员 那目前看起来不分党派 委员们都是蛮支持这个方向 我想我们是在今天 从行政院会送到立法院 那假设这个立委们都支持的话 我们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会期 就竞速通过 那所以我们在要点方面 以及技术方面的配套 是跟着这个法案的实陈 那如果在这个会期 都能够通过的话 我们当然也希望在这个会期 就开始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其实现在企业 还有一些资安上的问题 比如说虽然我们刚刚 已经有提到金融业 他们已经开始导入 这样子的电子签章法 但如果有一天不小心 骇客骇进去之后 把这些资料都拿走了 然后他运用这样的电子签章 在别的状况 比如说拿去别的企业 或别的状况下 就运用了 也就是说简单地说 他如果是背到了 然后被运用在 签在其他地方的话 那这样我们还能够 保护我们自己的各自 非常好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电子签章 包含数位签章这个技术 它有优势的地方 您提到的 很多是现在的身份验证技术 有的时候它是靠 像我们刚刚讲 身份认证反面 拍照上传 或者影本上传 又或者就是 如果再更高阶一点 他可能会需要 及时跟你视讯 然后说这个连转 这个角度 那个角度等等 确保是你本人 那现在的挑战就是说 这样子的 不管是照片 或者是影片 在生成是AI技术的 发达之下 及时换脸 什么 其实现在都不是问题 而且你也很难知道说 他现在提供的这个照片 是不是他之前 为了别的目的提供的 然后它中间 就像您说的 被拦截下来 然后再提供给另外别的服务 然后去做身份的认证 那但是数位签章 并没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数位签章 签署的那个印章 就是那一把私钥 其实是在你自己的手上 不管是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手机上面的 行动自然人凭证 或者其他的 国内外的这些解决方案 那它的重点都是说 你每次签出去 都会跟着一个时间戳击 所以它就是 跟着那次的签署 附着在那个文件上 对它进行盖章 那所以这个戳击 你移到别的文件上 因为它的杂凑值不一样 就是它的指纹不一样 所以它不能够拿来证明 另外一份文件 是你签的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传统上说 那我拍我的签名 传给你 对不对 那你就用那个Photoshop 把那一段截下来 放到别的文件上 就好像你签了那份文件 所以旧的这些 用身份验证的方式 去做类似签章的事情 就会有你刚刚讲到的 这些攻击手段 但是反而是这种基于 刚刚讲公开金钥系统 因为那个金钥 一直在你手上的 这些电子签章 跟数位签章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因为它没有办法 有所谓的回放攻击 就是说你签了这个 你不能把签的这个签章 挖出来去 好像你签了另外一份文件 没有办法这样做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部长你好 请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类型的文件 是不能使用电子签章 一定要用实体签章 然后刚刚副组长提到 那个北复营的案例 就是说听起来 好像还是必须要到零柜 然后用他们的平板 去做电子签章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变成远距 就是在家里 或是别的地方 就直接用电子签章 谢谢 当然我想就是电子签章也好 或者有硬件证明的 数位签章也好 它不只是在网络上使用 它也有面对面的 这种使用方式 主要就是让验证 变得更方便更可信 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 一些服务在导入的时候 它会在零柜的情境先导入 先确保说 大家知道这一套怎么运作 然后之后再把它变成 远端也可以的这个情况 所以是分阶段来导入了 那至于说我们现在 其实各个机关之前 都有透过行政函式 去说哪些他们的服务 排除电子签章的适用 那我们这个新的修法 就是说这些函式 在三年之后会全部失效 就变成说 它不能再只用 行政函式的方法 说不适用 那但是呢 如果它要说不适用 它可以立一个法 或修一个法 透过法律来排除 电子签章法的适用 当然这样子并不是说 你所有的签章技术 这个机关都一定得认 机关可以作为相对人 去指定说 我只认 好比像说上公凭证 我只认自然凭证 等等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说任何来办理业务的人 说我用哪一来凭证 就一定得认 没有这样子 好 那另外还要回答 就是说在司法的部分 其实司法的部分 有一些部分 好比像说 比较是经贸相关的 或者智慧财产相关的 等等 其实在里面 电子化的程度 已经比较高了 现在只是说 我们在电子相关的 这个立法理由里面 是促进数位经济 所以司法院希望说 哪些部分 他们不再排除适用 哪些部分还是排除适用 是由司法院 可能是在要点 或办法层级 他们自己来决定 而不是说 行政院通过一个法案 然后就说 所有的司法程序 都必须要能够 用电子文件来做 希望回答您的问题 刚刚林贵的那个 在那个平板上签名 当然他储存这个签名 应该就会有一些演算法 做一些密码的一些保护 然后他必须跟 他签的文件去做连接 这都是我们电子签章法 要规范的 所以他要满足这些条件 他其实这个就是 电子签章法规范的范围 那网路可不可以 刚刚其实有 我们游厂商也提供了 一些远距的一些做法 包括如果你不是林贵 而你是拿你的 亲签的身份证 纸本身份证 然后自拍 跟你的人像一直拍 然后跟文件一起拍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面 只要他将来不会被分离 做伪造的话 他也是处于电子签章 那数位签当然就不要 一定要第三方的评证 大概我们的工商评证 我们自然能评证 这个都是政府合格的 那个第三方 那个评证机构合法 这些就会比较有证据力 因为他是第三方 而且是公开禁药的 那是比较高的技术 所以应该不会有 机会很低说骇客 因为这个目前最常用的就是 这种PKI公开禁药的一个机制 所以骇客应该不太容易能够 我想就是只要尽可能的用数位签章 就是又等于硬件证明 这个时间的公证的出入字等等 我想它本身也是一个对自然的一个 预防的一个手段 就是即使是之后骇客拿到了 他也不能把它移到别的文件上面 那在这件前提底下 我们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确保 大家很容易地就可以使用这些数位签章 所以像之前我们用来签公文 这个行动自然凭证的这个签章功能 之前是只有公部门 以及特定的一些特许事业才能够使用 那也很感谢内政部 在去年就已经修改了这个办法 现在是各行各业 只要试用各自法 就是事实上就是所有行业了 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如果举例来说 像Facebook或YouTube或者LINE 他在接受这个数位签章的时候 他愿意去接受我们的自然凭证 或行动自然凭证等等 那目前他也可以直接来跟内政部申请 当然这个并没有排除商用的解决方案 只是说我们一个普及的 也是不需要什么费用的方式 就能够让大家都来使用 高强度的数位签章 大家最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 举例来说像我们在网路平台上面 看到这些高风险的这些广告 那我们应该是去年12月 开始加入这个联防主动扫描的这个机制 那目前扫出就已经上万笔 高风险的网路广告 那如果是电子商务相关的 就是高风险商品的话 那也已经扫出两万四千多件 这个高风险的商品 那我们会观察的就是说 假设之后 还不需要里面的投资广告类 就必须要用数位签章 才能够上架的话 那理论上我们会看到 就是他再犯率 就是同一个集团 他总不可能说 就是有无限多的自然人 愿意帮他做数位签章 以前是因为他只要有非常多的 email账号或什么其他账号 他就可以用来 就是不断地上一样的东西 我们扫描到了 立刻就下架 然后过不了多久 他又冒出来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 如果他 我们下架之后 又通报给大家 又需要数位签章的话 那他总不可能一直找到 全新的自然人 来帮他签这些 数位签章的广告 所以他的这个再犯率 就是同样的这一个 作业的集团 或者同样的这一份 高风险的广告 或者是高风险的商品 他再冒出来这个几率 应该就要大幅渐低 那详情 我想我们之后 再跟警政署 跟今晚会讨论出 这个量化指标之后 再会跟大家报告 这样谢谢 如果没有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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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把你的水煎炸 我可以用你一碟黃色的水煎炸 用它和煎炸